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扎老师今天给你介绍一位在日本大天下的 是吧 中国人李小木 这个是我们节目多年的朋友了 老朋友老朋友 老朋友 你知道会干什么的吗 卖一个关子 这是我猜吗 我还真不清楚 对 那就不必清楚了 反倒是他的个人隐私 可以作为咱们今天话题的佐料 今天话题咱讲什么呢 咱讲什么呢 扎老师我先想问问你 你是不是很多年没有体会过失恋的滋味 是他的隐私还是我的隐私 人还挺精 先从你这聊 先从你这聊 听说你最近看了个电影 就是我就是前不久刚一回来 就听我的北京小朋友说 最近最火的就是这叫失恋的33天 然后我马上下楼买菜的时候 就买了一个碟 回家一看 还真的是好看 我觉得是小巧 就是真的是小预算 小白领的生活 小女权 小男人 小清新 然后最后小占大姐 就据说是一个票房是满堂红 他就是本来投资很小 可能预期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票房有个两三千万就算顶天了 没想到头一天 就好莱坞那大片 那个修杰克曼演铁甲钢拳 首日票房还不到他的一半 这么个大电影大制作 其实我觉得不是铁甲钢拳不好 这个名没起好 铁甲钢拳这种名 就太让人不想看了 对吧 你想什么变形金刚也是铁甲钢拳 没错 对你不起这名就好很多 他相反这个的名就起的不错 有人说吗 不是因为电影 不是就是不见得是因为看电影的人多 而是因为失恋的人多 他叫失恋三十三天 对 所以渣老师你讲的有道理 就是香港话里边 我老爱说小电影 小电影在香港指的是那种三级片 但是 是吗 没错 就要看小电影 但是我也没有别的概念 我就说 对 要重视小电影 小电影 其实咱就说这个电影 他肯定也得不了奖 对吧 你说他从艺术上讲 他多么高 那也不是 所有的手段你也都似曾相识 对 可是我就觉得人家这杯鸡尾酒 瞧得不错 瞧得不错 对吧 而且热门话题 我就觉得中国人老爱总结成功经验 其实都憋着走捷径 你看一说这个大家在聊什么 这个电影营销怎么成功 这种题材以后要活 或者说这个什么怎么编剧 这编剧原来是一个网络小说 是吧 叫爆晶晶的人写的一个什么帖子 然后就怎么怎么着 可是我觉得都是胡说 为什么 这说到底就是个活好 没有任何示范性参照性 说实在的 你拍大片也好 拍小电影也好 活好 把活干好了 都会受人欢迎 对 他的故事讲得挺顺利 然后对白一句是一句 他就又有那种王硕士那种就是调侃 然后很聪明的很多很酷的对白 可是他那个节奏一点不慢 他不是说死你算 他不是耍贫嘴那种一句是一句 点一下走了 他那个小节奏还都掌握挺好 对让你觉得 语言是吧 而且还是挺时髦对吧 而且他主要是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看 叫话题电影 人正琢磨什么事的时候 你比如说要琢磨离婚 可能你买碟 你就会倾向于选择一个跟离婚 有关的电影 来看一看 没错 而这个失恋 失恋的人 人人都失恋 你的意思是全中国人都琢磨了 失恋 因为失恋每个人都有可能要失恋的时候 而且尤其是小木 一定都会有 而且尤其是小木 对吧 小木的这个妻子的数量 基本上是摩门教的水准 你现在是已经有九任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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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结了六次婚 然后呢是其实是四人次 四五六次结婚是同一个人而已 四五六的妻子是同一个人 这怎么理解 这关键就是最后边这个太难得了 说明我还是真爱 因为你要负责 因为你要负责就要结婚 不要说到处乱玩 就是搞了搞去 对前面也不负责 对后面 那我们一桩一桩 来得问一问了 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第四个老婆和第五个是同一个人呢 四五六嘛 对为什么他三次都是同一个 三次离了 对 又三次复活 实际上因为结婚多了 就会更有比较 更有比较 你跟他离婚 我肯定会去找别人去比较的 这比的必须还不如他 他也找了别人比较吗 那肯定我想有 他有没有在结 就这四五五六之间都没有 都没结 两年都没结 都是隔了一年多 以后又复婚 结的等下一年多又离开 所以性格呢 还是知道对方都没敢 所以又离 最后是因为有一个小孩 因为我们在一起十年 将近十年 最后终于有小孩了 但每一次离 第一次离 有小孩的时候 是结婚的状态 还是离婚 离婚的状态 是我们刚刚离完婚 我到北京来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他想去登长城 他也没来过北京 结果我把他登了两天 就有小孩了 小孩等出来 我们就一个月以后又复婚 我管这种叫绝处风生 真的很多人缠绵多年 爱情还是婚姻马拉松 最后是孩子 绝处本来就完了 就白白了 有的甚至都搬走了 突然怀上了 今天又凑一块锅 没错 所以说怎么讲 还是有老感情在这 人不一定是完全是一种 肉体的交往和夫妻 应该有情感 因为有情感 你保持下来的话 你还会想到 你比较 你跟别人玩 肯定比他年轻 还有漂亮的 但是这个情感是亲情 不是爱情 其实也有爱情在里面 因为他毕竟是异性 因为你毕竟是异性 我跟我爸没见有爱情 对 不是他这个亲情和爱情和情意 还真的是这个区别 不是很容易讲的亲 但是中国人特别强调这个 就最近我这个也是回来之前 刚白老会上新上映一个新的话剧 第一次是中国题材 就是一个美籍华人 叫David Henry Huang 我不知道他这个中文名叫什么 他讲的是一个就是 一个美国的已婚男男人 到中国来做生意 碰到了一个中国的已婚女性 然后这两个人就是好上了 在好起来以后 然后最后最后 好到最后你就发现这个剧情 到后边这个美国男的 本来就觉得 哎呀真我真爱这个女的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真爱 他就跟这个女的说 我要跟我的美国老婆离婚 然后咱们俩在一块过吧 一生一世 然后这时候这女的就 中国女就翻脸了说 你说的是什么 说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我是在逃避 然后呢 可是过了一阵以后他又发现 其实他跟这个男的好 美国男的好 是为了真的帮他的中国的老公 然后这个美国男就搞不清楚了 这个说那到底咱们这是爱 还是什么 你跟你丈夫是什么 他说是情意 然后这个话吧 他这个整个这个话剧里边有一半 将近一半的台词 都是用中文讲的 他就在这个两个语言之间转换 但是你从中看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 在婚姻和爱情观上的不同 是很难沟通的 最后他就用各种方法来讲 什么是情意 就是说这个女的中国女的一再说 其实我们已经不没有热恋了 我跟我们工人 但是有情意 这个情意重到什么程度 你不理解你就走 我会为他做一切 但是我们有爱情吗 没有 但是甚至无情 但我们有意 有意 对了 但是这个意 这个意啊 美国人很难很难懂 而且意中有情 这个情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情 他他一情就要想passion 就激情 那种化学反应是 其实他是这样的 你知道 就马上就过 他就觉得我们永远在高点上 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是一个 还是一个在这方面上 心理上很年轻 很天真的 就欧洲人就永远不会这么讲 就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这点上 真是老文化 他对婚姻对人的这种 两性之间的长久的这种曲线 这种质变 是非常的看透 其实日本也是 他在这个婚姻上 你像我跟我日本老婆离婚的时候 你找过几个中国人 几个日本人 总共四个人 一个日本人 三个中国人 就四五六 最后这个是中国人 中国人 前面一二是中国人 第三个 中间花圈日本人 日本人 跟他有十年的婚姻 小孩十七岁 我跟他离婚的时候 他就坚决不愿意 他宁肯家庭类离婚 什么叫家庭类离婚 家庭类离婚 其实已经没有 也不做性生活 什么也不做 只要是在 分居吗 可以分居 可以分居 就是要保持这个婚姻的框框在里面 日本人 对 你觉得是不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这点上 在婚姻关上 完全不一样 因为日本其实在离婚的程度上 现在只有老年人离婚的有 比较多一点 以前整整个来看 跟我们中国的比例来讲 比中国离婚绝对低的多 他不太愿意离婚 日本人还是守这个婚约 比较重视 对 没错 但是他另外开放在什么呢 他都可以各玩各的 对 但是两口子还表面上 对 这跟美国人又恰恰是另外一个 他是就是说真的是叫这个汁 就是说如果没有感情了 就应该离婚 所以他美国离婚率特别高 就没有了就离了再结 再离每一次都应该是真的 就咱们两个是真的是应该是有爱情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痛快 咱们有咱们的麻烦 枪枪三任性广告之后见 有一种男女的这个关系 确实是我觉得不知道怎么理解 你像他说的 他跟他的妻子三聚三散 你看 要说有老感情 你说这一面 可是你还没说那一面 那为什么一次离了又离呢 对吧 这里面也有一种根本性的 就像理查德波顿和伊丽莎白泰勒 你记得吗 对 这一段这辈子也是几次分几次合 死的时候 但是说我虽然一辈子八九个 但是我最爱的就是他 就是他 我最近在杂志上还是看见 那个理查德波顿拍埃及艳后的时候 对这个什么伊丽莎白泰勒 那可真是真心 当然真心再说一点俗 不惜写本 现在拿出来拍卖行拿出来拍卖的 伊丽莎白泰勒的那些珠宝首饰 哎呦就是这里查德波顿当年就为了 当然他不是说钱 但是他为了这个表达他的感情 把全世界最贵的珠宝 只要他能买得起的 就买给伊丽莎白泰勒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 但是这两个人的冲突 对又是那么样的 没法在一块过 你说这种关系 真是我觉得这也是你比如说是那个 英国那个著名写信的那个作家就是 就是啊 劳伦斯 就说他在生活当中也是和他太太就是冤家 不是冤家不计头 就永远是打得死去活来 然后过一个小时就邻居都觉得 糟糕搞他们下一步就要互相杀掉了 然后第二过一个小时 两个人手挽手 在临殷大道上昂然的散步 亲密极了 过两天又这样 他这种就是这他命里边有一个东西啊 他们就说300年前你们是一家 但是呢好像都散不了 哎有这样也有的最后是疲倦了 就是我觉得这种关系 哎你说说你跟你那个前妻不是现妻 现妻 这这那每一次离又是为了什么呢 离的时候当然你前面离过一次以后 然后嗯你不不甘心又合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他还是那个老毛病 两人之间还是老毛 而且我们两人性格都是叔叔 也都是都是处女座性格特别近 两个都火爆的 这为了一个问题 为了一个问题或者为了一句话 这有些东西都会真的死去活来 就是有客人在旁边都会这样 所以俩越是这样很激进 就像做那个过上车一样的 一高一高的经常是这样 我觉得反而这样好 你是不是觉得过瘾过瘾过瘾 过瘾冲击 你也对 你没有这体会吗 这些谁都有 他就故作无故作 其实这样的生活呢 反而丰富 因为他在提醒你 我也在提醒他 如果我们俩都不想进步的话 啊什么都那个就没有冲突了 一个家庭啊一定要有冲突 才这个家庭才会见得好 你说这个是这还真是没办法 就说这个找老婆或者找老公这事吧 还真的不是选雷锋 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对不起一个人 对吗 你像我们朋友圈里啊 就发现这个规律 就是死掐的 对 反而最后成了 为什么 就是按说说这个人贤妻良母 对你只有奉献 那就你挑不出一点不好 他就是他就没劲呢 对 跟他画那成绩单上 找一个人才ABCD全打勾 打了一堆对勾全是对的 全是对最后等于错 对就是他没有一个人 就跟一个人长得完全没毛病 就不可爱一样 对对对 而且把你 你要在出了这个国家 你有时候才发现这个 这个这个 根深蒂固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感情方式 是多么深远 他们就有人举说在在这个美国唐人街 就是同时去了 这是真事啊 一对广东夫妻结婚 一对是台湾夫妻结婚 台湾夫妻呢要学西洋人的摩登 都是白纱 教堂婚礼 非常的 刀叉什么 最后宣誓 永不 永生不散 对吧 这是一对广东人的 大闹堂会 什么吃的就是 大家大碗吃了 对 然后闹了一塌糊涂闹 然后 过了几 几天 就开始打 就广东人就 哎 整天发门刷门的 人家皮头散发什么 就上边去 然后那两个人相敬如宾 两个白领 都公司的什么各自都 你没听他们吵过架 后来说我这朋友说十年以后 那台湾那个离了 这两个还在打 又越打越密 生俩孩子过得好着呢 而且会一直打到死 还在一块 哎呦 我有时候我觉得 有赤心的人 也会觉得浪费生命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这两个人 就是对上了 对上了呢 大量的一想想一生中 大量的时间浪费在 也不能说浪费 他们可能过瘾 就这个死掐 我见过很多都是这样的 好像这种人呢 往往都是生命能量 比较强的人 就是他这两个人呢 就得这么打 就得这么打 要收 但是呢 也不见得一概而论 也有的情况啊 打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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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能量啊 是有限的 消耗了 最后疲倦了 最后就是累了 你知道到了一种就是 跟你多说一句话 我都累 对 也会有这么一种不成的 就是 但是呢 我有时候觉得 你不能不想一些冥冥之中啊 就这事上看出来 有些人两个人呢 可能就是上天有某种安排 他们两个哪怕是悲剧 就不成了 你就看着吧 对方是自己心里永远的上口 没错 就他这一辈子 永远就较着劲 甚至到老头老太太 他可以放过一切男人女人 他不放过这个人 对 你说这种感情啊 对 其实我差不多应该是这样 你就对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太太是这样 摘起的时候 刚刚结束的时候 她很年轻嘛 那是自己也年轻 实际上我觉得 还是要与时俱进 那个人的年龄都在增长 男的也在增长 女的也在增长 但他的姿色肯定是没有 现在的小年轻 或者中学生那么好 当然 但是他最重要是 刚才你讲的有益 这个他很懂事 对 当你困难的时候 老婆是离了婚 他会借钱给你 所以你就 不管是离了 所以我跟我前面的妻子都是这样 只要你愿意跟我吃饭 我都会去见人 我现在的头发 还是我日本老婆在见的 天哪 一定老婆都有用 但是证明她是有意义的 你知道你这个 你要看到一个女的身上有意 对 首先你心里要有意 一定表达她 对 你看我在日本能待下来 能够拿到永住 我干的是色情行业 对 为什么能拿到永住 那当然是我日本老婆给的我了 对 我也不是假结婚 还有小孩 但前面是为了签证跟她结婚的 但没想到后来有小孩了 她三个条件 要去什么留学 要工作 不生小孩 我都答应结果有小孩了 所以说她有意帮我生了小孩 一直保小孩带得很好 而且是在日本做的小童心 上节目 都是她在做 那我就应该怎么做呢 我该给她的生活费一定要给她 哪怕是我们离了婚 我还是朋友 至少一个月要见一次 一我要送钱去 二我要剪头发 我这么多年 二十年来整整 只有一次为了做凤凰威斯特 在香港做的时候 在香港剪了这头发 其他的都是在她手下剪 这就是朋友 没有爱有情 你说这个还不见得 还都是中国人日本人 我那天看一篇文章 就讲这个萨特 法国那个著名哲学家萨特 这个人也很奇怪 他到最后人们发现 他死了之后 人们发现 他养着七八个女人 但是这七八个女人 跟他是什么关系 非常奇怪 首先萨特并不是姓 他并不是性欲很强 很多女人迷恋的就是说 他的抚摸 就是摸摸就完了 他并不是要跟你干什么 可是比如说有一对姐妹好像是 甚至于就说萨特供养他们的生活 到最后就是一个星期 跟他们吃一顿午饭 到他们屋里来 就吃一顿午饭 那么他们就仰仗着萨特 所以有的时候人间的奇情 奇妙的关系 是你没法想象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听小木的这个故事 扎老师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已经全想明白了 就是打来打去比来比去就是他了 最后找到了最后的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还在吵 我只要一起床 不吵你就觉得不对了吧 倒不是我是也有烦的时候 也有累的时候 所以我基本上不吭声 然后他在讲什么 我尽量听 然后还是就是毕竟孩子的妈妈了 不像以前 如果他动手 我都不会动手的 对 所以因为怎么讲 师父母 因为他每天在家里 就跟我不一样 我每天在外面 什么人都可以见 他很封闭的在里面 你应该去理解他 他回来只面对一个小孩 小孩到幼儿园 就他一个人要管账 什么东西要管 我是从来不管钱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 他讲 他一般都是为用厨师的问题 什么问题 都是工作上的东西 我们要讨论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他批评我 我觉得应该接受 我会接受 不对的 我还绕着绕着跟他讲 不会像以前 啪的就过来了 但实在有时候太不革命 也会叫的 其实理解更难 比这个爱有的时候 而且你真的有一个 特别强的理解力以后 好像往往就情意 也就在其中了 我发现你理解这个人 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对他有一种 可能从同情开始 还是怎么就 你就会有一种感情 你就不会是 像你不理解的时候 我觉得年轻人 这都可能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很难做到 最开始你很难做到 你需要阅历 你需要自己摔跤 没错 被别人原谅 被别人包容 然后开始看到自己的不行 你包括我们开始说 这个失恋三十三天 我为什么说他小女权呢 他开始是个很强的 觉得我都没错 你就要我反正一来 就是我有理 永远不能承认错误的 永远让人党 对 但是至少到最后 他还是找到这个 这一点他还是有这个学习能力 就发现不行 你应该学会 请听 你应该 请听就是理解的开始 要公私 不要自私 对不能自私 因为我不知道 现在中国的社会 我感觉我听到外边 不是我很近的朋友 但是说中国的社会 现在已经变成就回到很早以前的一种模式去了 就是男人有几个钱 全部是一种在外面就是昏天黑地的一种 完全没有谈不上感情 对对对 就是这种酒肉生活 对 跟感情一点关系已经没有了 但是家里边他要求这个 这个家里老婆还得忠实地坐在哪 这个是我觉得是 所以你看咱们的饭馆里很少有带老婆吃饭 没有